这真的是无往之灾 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名彭信的问奖 日前他开车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 发现路旁边有一对夫妻在吵架 他不自觉地转头观看 结果在吵架的男方 竟然最后是把气出在他身上 不但冲过来大骂你看什么 甚至是出拳就打断了问奖的鼻梁 现在这名暴怒男遭到判刑三个月 没有怎样 我叫停红灯他过来去打我 彭信问奖现在想到还是觉得很无辜 好端端坐在车子里竟然会被殴打 连鼻梁都被打断 今年四月间的一个清晨 这名问奖在玩客人 前进台北市林森北路跟双城街的一个巷口时 看到路旁一对王姓夫妇正在争吵 当时正在等红灯几名驾驶都转头观看 没想到王姓仁夫竟然带着怒气 冲向停在最前头的彭信问奖 动手打圆 当时怒气冲冲的王姓男子 先是冲过去打断第一台小黄问奖的鼻梁 接着要转上第二台的时候 第二个问奖拿出手机来搜证 接下来第三台车现状赶紧倒车闪过一劫 莫名其妙被扫到台风位实在有够虽 索性后方驾驶搜证之后立即报警抓人 连长的问奖无端被打断鼻梁 怒告王姓男子伤害 如今判决出炉暴怒人夫遭判刑三个月 但是至今完全没有和解的意思 他没有找我没有打电话给我 他一定要赔我 不赔我花一万多块 光是医药费就花了一万多 但是暴怒人夫却只愿意赔偿一万元 现在问奖考虑在上诉附带民事求偿 讨回公道 只是他恐怕再也不敢乱喵路人吵架了 记得陈志庚关键要王清玉台北报道